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秋冬我觉得必备的一个基本单品 帽T 那帽T对我来说我个人最在意的是它的一个分量 就是不是那种太薄或是穿起来比较软的那种 除此之外呢我也非常在意说它洗了之后会不会缩水会不会变形 然后它的整个一个肩宽肩线是合着肩的还是说它是烙肩 然后还有它的整个宽度跟板形垂坠度跟穿起来整个一个感觉 这些对我来说是选择帽T的时候我比较在意的地方 除了过去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些品牌像是Supreme Palace或是Essentials之外呢 有几个品牌是我购入它的帽T之后没有后悔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些品牌 那在分享这些品牌之前 想先跟大家分享Supreme Palace还有Essentials这些帽T 我着用之后的一些心得 Supreme的帽T它就是比较挺 那Palace的话相对来说也算挺 但是它舒适度我觉得比Supreme的帽T的舒适度高 那Essentials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三个品牌之中CP值最高的 那它也做的材质也是非常不错 然后穿起来是非常舒服 硬挺度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另外就是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然后每季初不一样 所以过去大家应该都有买到就是自己蛮喜欢的颜色 那它之前除了出这种就是帽T 棉质的帽T之外 它还有出了针织的帽T 那我个人后来没有那么喜欢针织 因为我觉得它整体算是蛮重的 所以穿起来会整个觉得往下坠的感觉 但是它的质料还是非常舒服 那聊到Essentials我们来看一下Fear of God主线 它的帽T 那Fear of God主线的帽T 你一拿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质感跟重量 那它穿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我个人很喜欢它帽T这边两个扣子这样设计 另外这是它的黑色 从去年到今年大家应该对Easy Gap的帽T不陌生 那它整个真的是非常有分量 感觉上就是直接有两件帽T穿在身上的这么厚的感觉 那我非常喜欢它的就是它的肩线的一个垂碎度 它跟其他帽T不一样是它算比较短板的 那穿起来如果里面内搭一件是可以有层次感 如果你选的尺寸对了 应该是可以把你的比例展现出来 那时候第一个入手就是这个 比较少看到的这个蓝色 它的黑色也蛮好看 算是有一点点水洗黑 就是跟这种直接的黑色是比较不一样的 去年发了Easy Gap的Hoodie之后 网路上就在讨论说 在美国的Target的一个卖场上 其实有非常非常类似的一个版型帽T 那我就去买来看看 那我买了黑色 这个紫色 奶茶色 跟 绿色 那时候我会买那么多 是因为我觉得 诶 蛮多颜色 然后它算是比较薄的 那如果穿在里面 不管是平常运动啊 或是出去买点东西 都还蛮好搭配的 然后我每一个买的尺寸都不一样了 我买了两个尺寸是XL跟XXL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血会缩水 另外就是它真的蛮短的 所以我都买了蛮大件的 那穿起来之后 当然很明显就是Target的这个Hoodie是非常薄的 但是穿起来是非常舒服 就是日常穿啊 然后或是在家里居家的时候居家穿 那出去的话 正式一点场合 或是出去吃饭啊 跟朋友见面的话 还是会穿这种比较硬挺一点的 那讲到比较挺的帽T的话 我个人 非常喜欢Kids的帽T 那这是它最新这一季 冬季的 系列的产品 它这次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燕麦色 一个是黑色 那它是真的蛮有分量的 然后也非常舒服 Kids的东西算是材质 有些商品不一定 但是基本上它基本的单品 Classic的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那种我买了之后会 每天都会想穿的一些单品 那主要是它的材质真的蛮舒服 像帽T的话 就是穿起来是挺的 这件我是穿的medium 但是 我平常算是 如果它他们家的帽T 或是卫衣的话 我比较多是拿small 或是medium 但是短袖我可能会穿到large 主要还是要看它 穿起来的一个感觉 像Kids之前跟Russell联名的这个 它也是非常挺 材质也是非常舒服 另外还想跟大家分享是 它之前跟ABC联名的这款帽T 那也是因为这样有机会尝试 ABC的帽T 那ABC的帽T我觉得非常舒服 那它也是很挺的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ABC这个品牌的话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 另外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Nike Lab的帽T Nike Lab的帽T 其实 我觉得CP值蛮高的 它材质非常的不错 是有重量分量的 那穿起来也是非常舒服 挺度也是OK 像这款帽子它是做双层的 所以它带起来 是有一个厚度在的 另外一款 也是很 Tint的 我觉得CP值蛮高的 最后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颜色非常缤纷的品牌 叫做Colorful Standard 它们家的颜色真的非常多 不同的蓝 不同的紫 不同的黄 不同的红 不同的橘 那 穿过它们家之后呢 它们算是比较薄一点点的毛提 没有那么厚 但是呢 它是真的非常舒服 那颜色也很多 另外它们就是保护环境 如果大家喜欢颜色比较缤纷 然后材质也非常舒服的话 可以去看看这个品牌 另外还有一个也是注重环境保护的 一个品牌叫做Averland 那我以前有穿过它一个帽梯 是灰色帽梯 它是比较Tint的 比较厚一点的 但是它们现在做的帽梯 都是偏薄 比较软的 所以我最近就没有在买它们家的帽梯了 这次整体评分的方式 除了分量感之外 其他的比较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版型的部分 除了我个人的喜好之外 有加上大家的一个接受度 CP值的部分 是以原价的价格来参考 如果有买到打折 或是比较好的价格 就不含在这个CP值的考量之内 除了今天分享的这些品牌的帽梯之外 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其他 也非常不错的帽梯 那欢迎大家在下面分享 你们觉得也非常不错的品牌的帽梯 给大家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让我来给大家分享 我们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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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